就业中心也可以很文青 玉礼就业中心历时将近四个月的内部整修 换上新装以友善舒适为设计 搭配轻柔的音乐 全新的服务动线还有室内空间让人耳目一新 轻心氛围吸引了民众目光来住逐 柔和灯光配上开放式的办公室 像极了文青风的咖啡厅 不过这里是玉礼就业服务中心 历时近四个月的内部整修 换上新装以友善舒适为设计 搭配轻柔的音乐声 全新的服务动线以及室内空间令人耳目一新 轻心氛围吸引民众目光以及驻足 近年随着服务业务量的增加 服务模式的转型 在内部空间及服务动线上必须与时俱进 才能更加贴近民众的需求 我们相信快乐的员工才会有好的服务 玉礼就业中心从民国67年设立 是传统住宅式的狭窄建筑 又将一栋42年历史的老房成功变身文青馆的就业中心 近年来随着就业服务业务量的增加 服务模式的转型 在内部空间以及服务动线上必须与时俱进 才能更贴近民众的需要 这次就业中心能够焕然一新 是广纳民众意见后 由中心同仁集思广益 再结合室内设计的专业 小空间大利用 让有些的空间规划出更加舒适的洽工环境 这次就业中心能够大变身 是广纳民众意见之后 由中心同仁集思广益 结合室内设计的专业 让有限的空间 规划出更加友善以及舒适的洽工环境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